来到花莲吉安厢的中正路上 以往被大家戏称是文子馆的人里立体停车场 一楼内部现在已经改成美食街 大约20个摊位 从西餐披萨 牛排 到中餐猪脚饭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以往的张乱和流浪汉 感觉很好啊 没有什么流浪汉 流浪口都没有 水电现在大致已经都装设完毕了 吉安厢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夜市 这里并夜市或者是商场的话都还蛮不错的 但人里立体停车场其实从民国89年新建后 就长期因为没有使用遭工程会纠正 但因相关建筑法令无法解套 这座停车场大楼又不能作为他用 直到今年乡公所利用行政程序 完成建筑使用执照变更 现在才可以作为商业使用 大概都已经达到我们的停车使用场标准 那停车率的部分已经达到我们中央解除力管的50%以上 所以目前是使用情形已经解决完成 而人里立体停车场目前是租给民间停车公司管理 一楼变更成美食街 二楼到五楼维持停车场 记者综合报导